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有些時候我們使用簡單的物件來繪製跟配置 我們的封面或是一個海報的背景 其實顏色搭得對 效果還不錯 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成一個很豐富的背景 像畫這一類的符號就是基本的幾何形配合旋轉去畫的符號 這些畫好的時候左鍵的拖曳把它拉到符號面板裡面把它做成符號 像是這一層 畫好的物件拉到符號面板做成符號確定 那符號在哪裡 在視窗符號面板這裡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做成符號之後我們再幫它開一層 開一層 那這個使用工具箱裡面的符號噴灑器 這叫符號噴灑器shift-s 然後點選符號 左鍵按著塗抹 然後再換 然後再換 好 換不同的符號 好 那在這邊圖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偏移器 你要點到你想偏移的符號 然後再去做移動 它就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好 然後再來 壓縮器 左鍵按著 拒 option alt鍵按著 散 再來下一個 縮放器 左鍵按著放大 option鍵按著 alt鍵按著 縮小 好 那這個要調整的話 你有時候覺得 奇怪點這邊走 這個都沒動到 因為你要點到當下這個符號 你才可以去進行放大 或者是alt鍵按著縮小 好 這個要注意 你要點到當下的符號 才可以去做縮放 好 然後再來就一個旋轉 然後像我們要點這個 光芒這個白色 你才可以對它轉一下 才有光芒 好 然後再來 左色喔 這是上色 然後綠色就會變半透明 好 alt鍵就是option鍵按著 就會恢復 好 這就是我們符號的設定 那當然 我們配合縮放 還有旋轉 還有變半透明之後 把它調整完這個符號之後 可以鋪陳在我們的背景 那鋪在背景裡面之後 再把文字上去 基本上一個做平面設計作品的完整度就會蠻高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平常的小練習 這些小元素其實在日後我們在做海報的背景 都是一個蠻好使用的一個小物件 一個小配件跟小素材 好 試試看吧 配合使用符號來做一下繽紛的背景 接着的物件 既然會四百戶 我也對一同 用符號來做個村